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传温家宝正改方案获得通过 文章讲说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多次提出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否则经济将难以持续发展 而中国的正改问题在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更加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那日前已经有传闻说温家宝的正改方案已经获得了通过 但是作为法广本身来讲 他目前还没办法从其他渠道对这个消息加以佐证 文章就引述了这个说法的来源 他说在海外的一些华文网站当中 在15号的时候就登出这么一条消息 北京文化人聚集的地方 盛书园的老板娘醒客章 他说在新浪微博上称看到了确切的消息 温的改革建议平反建议已经被确认 保佑中国保佑占全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 而北京资深的媒体人高玉也表示 从体制内部听到了相关的消息 我记得这样的消息 在第一时间我在Google Plus上也有看到过 消息比较类同 我记得大概一个星期前还是什么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消息 但是然后就没有了 我们就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能感觉到 温家宝今天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强劲的力量 应该说准确讲 自从3月14号 他的人性的一面大爆发 给他过去的45年 中共政府生涯的本身走到了一个最高点 在公共的场合下 在面对着600多个记者的这种背景之下 泼出的水根本收不回来 以这样的方式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放钱发展 今天是4月18号 前后大概一个多月时间 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那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局大的变化 那这30多天的变化 可能超越了过去5年10年 这30多天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可能中国真的是有一线的希望 而这一线的希望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可能就拴在了温家宝本身身上 确实有这个道理 我记得原来有很多节目 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说 谁是中国的叶力清 那大家知道叶力清是在苏共的党的代表大会上 他上台说我退出苏共 作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他在党的会议上讲说我退出来 然后自己走出了会场 这个背景之下 推动了当时整个苏联的解体 那很多朋友就讲说 温家宝就是个影帝了 就讲他只会说漂亮话 不会做实事 那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故事呢 也确实是这样 包括在8964 5月19号 他陪同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 那他的露面和他后来没有受到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冲击 自己呢一直到了今天的总理之官位 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呢 耿耿就是绕不过这弯 为什么 而作为温家宝也确实他没有给一个答复 他没有给说为什么 而赵紫阳在被拿下软禁15年这个期间里面 一直到他故去 温家宝没有去见过一次面 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和前提之下 今天温家宝再一次表现出他人性的一面 确实我们看到了在温家宝身上 中国文化人 在共产党体制之下的文化人 他的长处 他的短处 他表现出来自己人性的一面 和面对这种邪恶的体制 自身的考虑 自身的这种顾忌 等等等等 一切的因素含在一起 我个人的感触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很典型 很复杂的 在中共独裁体制之下的一个文人 又成了一个官位 就当了一个大官 在这个背景之下复杂的一个看起来很 很复杂很瞬间又很持久的这么一个人物 我说很瞬间 那你比如说3月14号他那一番表达 你说是不是他当时瞬间的一份表达充满了一种激情和人性呢 我觉得就是 但是他从8964从陪着赵紫阳 一直到今天整个这一段历史过程 他所走过来的 他所表现的 难道不是一种持续吗 这种持续是一个正常的人 在这种高压体制之下 表现出来被普通的人 人性的一面 无法理解 无法接受 无法解释的一面 这就是既暂时又持续 那他代表着 却是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普通人的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如果你有思想 如果你有人性 如果你想保持着一个道德的底线 你想对整个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你真的想为这个民族 为中国人去着想 从自己的角度 从一个个体的角度 真正的想把人性的好的一面保存下来 在适时适度 适当的空间里能够展现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确实是挺难的 这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里说 老外为什么那么简单 我们为什么这么复杂 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强权的制度之下 文章接着是这么讲的 不过今天的法新社 发自美国夏威夷的一则消息 似乎从侧面也支持了 有关中国政改出现松动的说法 该消息说 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星期一表示他从温家宝意图正改的讲话中 看到了中共当局在中国和西藏问题上 可能推动正改的令人鼓舞的迹象 并且说中国打算避免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这些都是从他的自理行间 从温家宝的表现出来的人性的一面 大家去判断 那样的判断 因为温家宝一番的说法 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愿望 2008年大地震的时候 他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地震现场 然后他跟军人说 人民养活了你们 你们看着办吧 那个时候他是没办法 冻豆腐没法办 整个环境把他遏制在那儿 而他自己呢 又不愿意泯灭自己人性的一面 今天呢 大的环境不一样 江家邦就那样了 周永康我们说这锅汤已经煮出来了 那作为这个薄熙来 不厚 不厚 至于他怎么样成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照片 咱们不知道 反正他已经成照片了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温家宝还能表现出自己人性的一面 和真实的一面的时候 确实能够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过去的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逐渐被披露出来 3月19号18号到底开枪没有 在北京 北京人都知道开枪了 中南海里面的人说没开枪 大概是这么个结果 网上有条消息 看起来呢 你可以当爆料去看 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这条消息真假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周永康调动武警 中南海逼宫政变 那文章爆料说呢 周永康谋反政变的消息呢 是美国资深的媒体人 首先暴露出来的 文章的来源是美国政府的官员 消息说周永康和薄熙来 合伙谋反篡位习近平 除了他们的合谋的计划之外 周永康有无突发性政变 那在网络上盛传3月19号的政变之说呢 其实现在可以看到 确实是当时发生了 而周永康是想有所作为的 在被温家宝批评的周永康 所谓在网络上进行大清洗的行动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德林 那他曾经因为前一段封网的过程当中呢 被拘捕了 关了几天 而李德林在3月19号应该是最先在网络上 在微博上讲出了有关北京城诡异的状况 当时他说长安街 北京长安街军车如临 长安街不断管制 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 有的路口还设立了铁栅栏 随后其他人传上了一些相应的照片 这是当时微博的情况 而根据目前居住在纽约著名的民运人士唐博乔 从中共内部核心人士获得的消息 当时是这么情况 他说这件事情千真万确 那中共的人告诉我的绝对核心 周永康确实动用过武警 也就是北京地区附近的武警 那规模呢是非常大 把武警调到了新华门和天安门 在此呢包围起来 那他说的意思呢 对武警发出消息的意思呢 是为了防止兵变 防止老百姓起来 像当时八九六四的情况一样 而当时胡锦涛并不知道实际情况 突然来了武警 把中南海包围了 所以当时的胡锦涛马上紧急调动部队 北京卫戍区部队被调到城里来 而且命令武警撤出北京 而当时的武警呢 不愿意撤出 双方产生了对立 最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口令 叫做驱离的背景之下 北京卫戍区部队应该是八三四一部队了 把武警驱除出去 那中间是不是有冲突 还是那句话 北京人听见枪声了 中南海里的人没听见枪声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那整个的故事呢 就是这么个故事 是真是假呢 我们就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证实的 我相信会有一天真相大白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